厚收投入多少人力在研究静坐 發表在一流的起竿上面告訴你說 静很好 我們現在把我們主編的東西丟到垃圾桶裡面以後 這樣發現別人發現很好 他說静坐怎麼樣 各位看看這個 静坐會改變哪個結構 8週之內就會改變哪個結構 怎麼知道 用MI 太神奇了 原來坐在那邊 那一種佛很厲害 他改變的不是坐在那裡不做事而已 他改變的是他的腦 Meditation can spin up the brain UCLA的時間 他說很奇怪 静坐的人會增加他在腦間之間的降血 就是臨結部位 因此他們推論 静坐成功有成效的人 他的腦的運作速度是一般的 各位在看 他說静坐 然後會怎麼樣 會改變你的免疫系統 8週之內 你的免疫系統會被活化 所以一個曾經被感冒病毒感染的病人 进入八周以后 他的病毒抗体会开始上升 好了 我们现在要等外国人来教我们 说你的祖先的东西很好 可耻 自己人都不相信自己 最大的原因在哪里 不行 我们刚刚讲 只于至上 只如果解释是行动的话 我们不行 我们是光念书 这是谁的错 汉代人会先缺着 各位 你们都知道 童子出门要干嘛 配剑 汉代开始那些汉 那些面出人 剑都丢在一边 不行嘛 六一要做嘛 要会骑 要会射 对不对 最后变成只会念书嘛 但是 任何一个现在在社会上做事的人都知道 你学的东西如果你不会做 念书是没用的 对不对 你在那边念了太多的食谱 你菜不会切 东西不会调 你煮出来的东西可以吃的 你不行嘛 你不执行嘛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系统把我们的小孩子教得不执行不确实 所以呢 最近几年你们就看到 在美国大规模的研究 这些研究呢不但是 这些研究呢不但是 一般的研究 它很快的 美国人是非常实际的 它可以创造 资产 它绝对错了 它就把它推到医院里面去 所以你们知道 meditation现在已经是在美国大医院当中 alternative therapy 就是它不能作为 它目前还不能作为一个主要的治疗程序吗 但是所有重大伤病之下的辅助治疗 meditation都是不被删掉 建议好准 为什么 他们现在透过西藏的喇嘛 特别一目教 透过瑜伽告诉你说 静坐会有什么好处 现在已经知道 静坐第一个 注意会更轻松 他们鼓励小孩子静坐 你要学得好 你要静坐 然后呢 你常常被焦虑的人 在外面工作 很焦虑的人 医生就可以开除 他们静坐 为什么 不焦虑 OK 然后呢 你呢 在学习在职场里面做的不顺了 发现自己很没有什么聪明才是什么 更具有创造力 更有同理心 记忆力增强 抗压性增加 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 感变的感变 我们脑部里面呢 有非纸牌子 非纸牌子 非常重要的就是 他整个脑的 我们叫做 innovation 就是脑神经的灵节 快速的改变 哦 原来祖先叫我们要静 改变的是我们整个人的不一样 最核心的 最核心的 好了 你们如果看到美国 那些 哈佛大学的 MIT 经常那些科学家 跟那些高材生 每一天现在都是参加瑜伽课程 每一天都要找时间进队 我们的人在干嘛 对吧 不只要有外国人说 车子好 还好我们就去开车 我们有这个 LV包包 我们就去买LV包包 别人说这个好 我们就去做这件事 然后他们来做 我们主亲在做的事 需要等到他们来科学验证吗 各位 中国留下来的经典非常多 我为什么今天选这个 因为他的文章比较小 这篇文章大概是唐代的 那唐代很多人就讲 哎呀唐代